无明和老死均是轮回现象 师父今天给大家讲无明烦恼 无明烦恼分成几种 一种是不明白叫无明 还有一种是无缘无故的烦恼 也叫无明 突然之间发脾气了 也是无明烦恼的一种 还有一种是无缘无故的烦恼 还有一种是不明白事理 我不明白什么事情 那也叫无明烦恼 怎么样把无明烦恼灭度和灭尽呢 灭度用白话讲就是把它结束 那么人有烦恼怎么样把它灭掉呢 怎么样把它结束呢 灭掉是可以的 就像一个人发脾气一样 今天发脾气了 过一会儿可以把它灭掉 但是你能不能把它灭尽呢 比如马路边上一个丛林带着火了 你可以把这一袋林子的火熄灭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灭完 没有把它灭尽 过一会儿一阵风一吹 它又烧起来了 就是说人的烦恼不停地有 因为它只能暂时灭度了 而没有灭尽 所以今天这个烦恼去除了 但是下一个烦恼又来了 这个也叫轮回 你们听得懂吗 今天有这个烦恼解决了 哎呀 总算解决了 开心啊 什么都忘记了 但是下一个星期 另外一个烦恼又来了 因为你没有灭尽 你没有真正地理解 无明烦恼的根源 不知道怎么样去除它 所以你就不能把它 彻底地消灭干净 要把它彻底地消灭干净 就必须把它灭度 灭尽 想想看 你们今天的这些烦恼 再想想你们年轻时的 那些烦恼 你们一个一个烦恼 都走过来了 怎么现在还有烦恼呢 这就是 你们的根没有干净 所以才会惹是生非 因为你们的六根不净 你们才会不断地惹是生非 你的嘴巴不好 今天讲人家了 过去不懂 现在学佛了 懂得给人家忏悔了 对不起 我讲错了 请你不要生气了 好了 人家说 算了 没有关系了 此事就结束了 这个事情 就临时地灭度了 但是 你们的嘴巴改了吗 没有改 你碰见另外一个人 又去讲了 你讲了之后 人家跟你打官司 又骂你 你又开始生烦恼了 这个就是叫 没有灭尽 你们听得懂吗 人无老死 人没有老死的 老了 死了 他是生生世世的 他今天死了 等到他投胎了 他又开始生了 对不对 这叫无老死尽 就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投胎在六道轮回 今天死了 明天活了 就像你们每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一样 哪一天可以从早到晚 都是白天 而没有晚上的 又有哪一天 都是晚上 而没有白天的呢 这就叫轮回 明白了吗 你们的胡子 今天刮了 明天又长出了 这也是轮回 如果你在痛苦的时候说 我再也不做这个事情了 你这个时候 是灭度了 是假性灭度 是临时灭度 是临时的想通了 就像很多人抽烟一样 你要让他改 他今天不抽了 明天又抽了 他能彻底改掉吗 很多赌博的人 把自己的手指都砍了 说 我再也不赌博了 真的恨自己呀 等老婆原谅他了 过一段时间 又开始赌博了 就像很多人吸毒一样 打自己 恨自己 是没有尽头的 老死也是 没有尽头的 即 无老死尽 无苦即灭道 苦也是 无穷无尽的 你们想一想 人到哪一天会说 我的苦受完了 但等死掉了 还要下去受苦 在人间谁可以说 我现在真的享福了 我太平了 有吗 你们年纪大的人 不是都以为 自己享福了吗 到澳洲来 享清福了 那你们现在 还有没有烦恼 想到自己的孩子 孙子 外孙等 你们说 你们放下了吗 还是放不下呀 你们谁能放得下 是很难的 今天明白了 明天又不明白了 后天明白了 大后天又不明白了 人就这么轮回 轮轮回回 生生死死 能明白什么呢 所以连老死都要灭尽 也就是说 一个人没有生死了 没有生 也没有死 你这个人 才能超脱 那么你们可以问师父 我没有生死 那我生出来 不是事实吗 我要死掉 不也是事实吗 是 但是那是假象 那是假的东西 算不算是真的呢 你们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事情 现在还想得起来吗 都没有了 但是 如果你们脱离不了 这些杂念 你永远想着自己 小的时候 那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你就永远背着这些东西 听得懂吗 要把它放掉 什么叫灭尽 就是彻底地把它解决掉 彻底地不要去想它 没有生了 我下辈子 再也不想做人了 就是 没有死了 对不对 这不就是 无劳死尽了吗 把生死都灭尽了 什么人间物质 都灭尽了 就能解脱 过去很贪的人 现在一点都不贪了 你就把这个贪字灭尽了 你就永远不会去贪了 因为你今天抽烟 把这个肺抽坏了 你从现在开始说 我再也不抽烟了 你不就是 把这个抽烟的恶习 灭尽了吗 当你把这个恶习灭尽之后 你还会肺不好吗 你等于把这个肺病给灭掉了 因为你无生了 所以就无死了 在人间的一切 最后都带不走 也就 已无所得故 师父现在 给你们讲心经 你们背得很熟 但要理解 心经的含义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 经咒这么好 心经为什么能开人的智慧 很多人的心脏不好 师父今天讲给你们听 心脏不好的人 实际上 就是心脏压力太大 就算是遗传的 让你心脏不好 也是属于心胸不够宽 但是 除了上辈子的心脏不好 这辈子 如果你又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 所以就促成了你这个燃烧火药的爆炸 心脏不好 听得懂吗 当然 这里面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心脏不好的人 念什么经最好呀 是念心经 心经 就是解开你心中的烦恼和疙瘩 心经 就是让你明白人世间的道理 心经 就是给你增长智慧 因为人有了智慧之后 才不会烦恼 不会忧伤 你把心中一些不好的东西 全部灭度了 全部灭尽了 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呢 我连生都不怕了 稀里糊涂就到这个人间来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生了 我就想超脱六道轮回 那你哪来得死呢 犹如已经是一个人了 单身了 过去的婚姻 给你造成很大的痛苦 你这辈子就不想再找了 那你就不会在感情上 再有痛苦了 夫妻都是圆 不是恶缘 就是善缘 问题是 你没有把你的这个思维砍掉 所以你认为 自己还要有下一次婚姻 那等待你的 就是下一次的烦恼和业障 然后又继续开始吵呀闹呀 我们有一位听众 他的先生已经离他而去了 本应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这个冤家离他而去了 但是不行呀 我要念经把他念回家 好了 念回家了 再吵 再闹 再生烦恼 这不就叫轮回吗 听得懂吗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听一听 讲的是你们每一个人 犹如在生活当中 明明这个事情没有了 还要再提起来 再生烦恼 神经病才会把过去的事情 拿到现在来讲 还要讲 还要讲 这个就是典型的 神经病前兆 听得懂吗 学佛能让人开悟 就是要灭度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 要把他灭尽 怎么样灭尽呢 很多做长辈的人 怎么会发病的呢 就是一想起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接下来就发病了 一切无名和老死 都是轮回的现象 实际上 你不明白 也只是暂时的不明白 很多的人 你去劝他信佛念经 他不信佛 对不对 但是等到他要死的时候 鬼来找他了 他才知道 原来真的有鬼 等拉他走的时候 哎呀 早一点相信就好了 实际上 他是暂时的无名 他是暂时的烦恼 人的烦恼 都是暂时的 人所有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暂时的肉体 有什么烦恼呀 今天有 明天就没有了 想一想 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事情过不去 在单位里 做错事情 被老板开除了 出大事情了 不得了了 觉得活不下去了 现在想想 不都过来了吗 今天被人调查了 出大事情了 过几天 不是解决了吗 对不对 所以要明白 这一切都是假象 属于轮回现象 轮回现象 是什么意思呢 任何事情有的 就没有了 没有了 又有了 你今天有男朋友 就意味着 你以后有一天 会没有 你今天没有男朋友 就意味着 你有一天 会拥有 你今天饭吃得 很饱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会有肚子饿 等到你肚子饿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能吃得饱 这不叫轮回吗 所以都是一种缘起 什么叫缘起 就是缘分 今天有了 就是缘分 明天没有了 它也是自然的没缘分了 今天我有饭吃 我有这个缘分 明天我没有饭吃 我就没有这个缘分了 所有的轮回 都是一种缘分 我今天做人了 也是一种缘 明天死掉了 也是一种缘 后天被抓起来了 又是一种缘 想不通了 也是一种缘 有多少人 自己找麻烦 这就叫 自己找缘 但是 问题是 前面忘记 加一个字 是自己找恶缘 还是找善缘 为什么出家人 他们不要结婚呢 为什么他们 把这个缘分 不要了呢 因为他们明白了 他们学佛了 他们懂道理了 所以这些 对他们无所谓 他们认为 人和人之间的结合 本身就是一种缘 不是恶缘 就是善缘 缘近了 也就没了 那还不如不要 他们为什么想得通呢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 有生就有灭的 生灭体 他应该有心 我怕不过 我怕不过 他应该不会 我怕不过 那么就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